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要是车头朝外停的话 要开出来是非常容易的 就不会出现现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了 第二个好处 停车路位更方便 在面对要打方向才能进入或出来的车位时 车子到着路位会比直接开着路位要简单很多 因为汽车的转向轮是前轮 也就是说 只要一打方向 车头就需要比较大的摆动空间 而一般车位的宽度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如果车头先开进车位的话 车头左右可以摆动的空间会受到限制 这时进入车位是非常困难的 即使勉强进入 也很难把车子摆正 而用车尾路库 车头左右可以摆动的空间就不会受到限制 车子就可以停得很规整 开出来的时候 转弯同样也不会受到限制 第三个好处 车辆需要救援时操作更方便 相信很多车主都有遇到过 车辆电瓶没电无法启动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需要找别的车子帮忙搭电 那如果车头是朝里的 要搭电就很困难了 而车头朝外的情况下 车头对车头搭电就要方便很多 第四个好处 更省油 车子在长时间停放之后 一启动车子马上就到车 这种做法是最耗油的 原因就是处于冷车的状态下倒车 而如果在发动机还处于热的状态下 这个时候倒车路位 油耗相对会较小 所以车头朝外停车可以减少油耗 第五个好处 防盗 现在停车场内一般都装有监控摄像头 但如果将车位对着摄像头 假设有小偷趁机撬开了车门 监控摄像头是无法透过车辆的后挡风玻璃看到车内的情况的 这样小偷也会更加大胆的作案 反之车头朝外停放 摄像头就可以透过前挡风玻璃看到车内的情况了 怎么样 看完这个视频是不是感觉自己又长知识了呢 那么赶快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如果你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小描招 就请观众们召解吧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